今天外資的空單 終於讓大家覺得好像要放過我們了 但是還是要來問一下我們的市郡 好 台子齊 我們天天看 記得崩盤日的時候 他是已經空單累積到45,000口 果然對我們就是不懷好意 所以一直降不下來 大家很擔心今天有點降了 那今天的話你還幫我們帶來 你自己覺得很委屈 可是適合是比較短做的股票 對 那今天外資終於有回補了 剛剛看是3,000多口 所以應該明天有機會做一個反彈 但反彈幅度也不會太大 因為這一波是真的沒什麼量 沒有量就沒有價 而且整個波動多都往下降 那因為昨天台子齊結算 那我們就幫大家來推測一下 8月份台子齊結算 我們看一下9月份 台子齊要怎麼走 然後搭配你的現股 你的操作策略應該怎麼做 我們先看一下三個情境 那8月份是史上價差最大的 高低點價差有4,897點 就是最高不是24,000多點 然後最低有殺破2萬點 所以4,897點 其實做期貨也很可憐 中間也是有常被抬出去的時候 所以做期貨要小心 不然齊交所不會一直把保證金調高 對 那你看到4,800多點 史上最大非常可怕 所以說我合理預期 經過了大漲大跌之後 你鬼門關走一趟之後 然後又奇蹟式的復活了一半 所以說大漲大跌之後 整個量縮 量縮之後合理預期 這個月這個9月份的合約 波動度他只會剩一半 也就是說大概就是剩價2500點左右 所以整理時間會拉長 沒有量 所以如果預估整個9月份的合約 因為昨天的結算價是22,200點 大概就上下1200點 在這個合約價上下1200點 所以支撐大概抓21,000點 壓力大概抓2350點 所以說畢竟21,000你就是用力做多 用力買 就像是在股災那天沒人敢買 但用力買的話其實就成效了 那靠近23,500點 大概是這一波的壓力 你就可以稍微做一點減碼動作 那主要是看籌碼 看籌碼 那如果說籌碼好的話 就有機會偏多 籌碼不好 那你就可能就是比較容易跌或是盤整 那你要看哪些籌碼 我們等一下會再對照今天 那台子期整個9月份我認為就是比較悶一點 會比較盤 那重要事件的話就會有行情 現在就悶了 不是等9月 8月底已經在悶了 遇到這個合約的下半月 可能就會比較有行情 9月18號FED的利率會議 但是我們結算日 9月合約結算日就在9月18號 同一天 對 可是他是晚上吧 對 所以說會沒有波動到9月18號 所以說最重要是9月18號 所以我認為說可能他會到 下個月合約才會比較大的波動 所以整個9月就是比較盤一點 所以我分為三個情境 好 如果說比較偏多的 就是21500到24,000點 就是這個壓力往上加500點 條件的話就是美股續強 目前來看美股都還OK 那台股要站上季線 那沒有 最近都沒有站上季線 那籌碼要偏多 這個條件符合 你就是策略就是盡量以拉回偏多 增加持股 目前的籌碼是中性 是中性 對 如果說是空方的話 就是大家看一下 就是20500點到23,000 那大概就是美股轉落 台股跌破月線的話 就比較弱一點 那就盡量就是反彈的話 稍微降低持股 那最有可能的 我覺得機率最高就盤整 大家都不喜歡盤整 那我等一下會舉個例子 為什麼會盤整 那21000到23,500點 美股整理 台股量縮 目前就這樣嘛 台股量縮 籌碼中性 沒錯啊 今天外資是回補空單 但是線化還是賣嘛 那這種操作策略就是 你支撐的話 就盡量做多 多建立一點部位 到壓力你就把部位稍微 減碼一點 那我們就看一下這個情境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 我最有可能機率就是這個啦 就是盤整21000到23,500點 因為21000的話大概就是回到 這根長黑K的高點嘛 那壓力突破轉支撐 應該就不會跌破 這個機率是最高 那為什麼這個機率最高 我舉個例子好了 因為你看這波 重挫嘛 我們舉個例子 就是說一個健康的人 他得了重病嘛 然後就病情就急轉直下 然後又奇蹟式的病情好轉 好轉了0.681對不對 然後0.618好轉了之後呢 那你覺得大病出癒 他有可能說一定會養生嘛 所以不可能再往下再破底啊 對不對 那你說你要完全回復 完全病情完全好 也不太可能啊 所以我覺得盤整機率比較高 這個例子舉的應該還不錯吧 所以我覺得盤整機率最高 我本來也會講一個什麼 依所欲言之類的 但是有提到一件事 如果看到這個2萬1 2萬0500 其實是要把心態放在多方的 應該心態的偏多 因為前波的壓 前波下去的時候 這兩天融資都斷了 100多億嘛 所以我覺得要破底機率不高 那再看一下今天的籌碼 好 今天籌碼的話我們先看一下 今天外資是賣100億 那算偏空 因為昨天美股漲 美股漲外資賣潮就比較偏空 那期貨的話是罕見的回補了 3900口的多單 空單 那但是這代表說 其實心態蠻偏多的 因為大家是害怕說 因為之前只要看到外資空單很多 就怕指數壓回 因為可能外資 不知道有什麼利空 會突然冒出來 因為外資如果壓空單 大家就比較害怕 那至少回補的話 代表說 好不好月線他是有成的 再來看就是小台 散戶跟微台 那目前的話都是偏多的 當然對行情就比較不利 不過Poco Ratio的話是1.06 大於1 所以偏多的 所以整體看來是兩好兩壞 那就是盤整 不是我不想壓方向 這真的是盤整 沒有量就是盤整 盤整的話你盡量就是挑一些 好股票 因為現在沒有量 所以類股輪動是相當的快 所以你可以鎖定一些基歐股 然後等到好買點去做操作 沒有量延續性難免也比較差 就可能說昨天漲的股票 今天就休息了 就是有一個 選股的條件 那當然目前的話 因為台子期 台股的話量縮 所以我覺得以業績為主 業績是王道 那我就篩了一些股票 就是說第二季 因為現在的季報已經完全公佈了 第二季的EPS 季成長跟年成長都要20%以上 一定要20%以上 然後7月 營收年月雙增 再加上法人有買超 那其實這樣篩出來股票 很多都是標股 很多都是標股 所以說我們把它分兩塊 標股大家去追也會怕 所以如果說是 標股的話 這種創高強很強的 我們就是短打 法人有買形態好 我們就是說 峰迴強短 所以也等於是說資金少的情況下 真的在這些條件加持上 他就變標股 事情也沒那麼難 只是敢不敢買而已 對沒錯 等一下再給他看那些股票就知道了 有些真的蠻標的 那中長線的話 當然這個業績很好 那如果說股價在右下角 沒有漲 那就有機會補漲 所以這個就可以逢低做一點介入 那篩出來我們就簡單看一下 就是說熱門 創高股票 我們就舉個例 萬倫 萬倫這個COAS的概念 標股 因為他的第二季EPS是創新高 7月營收也是創新高 年增是400% 470% 那這一兩天很 前幾天很標 今天拉回的是1584的金剛 這營收也是創歷史新高 而且這也是符合這個幸福哥的選股 同板股 確實不貴 而且他的題材很特別 他的國防跟工業這一塊 其實毛利也可以慢慢的拉高 好那因為前幾天漲很兇啊 然後這兩天稍微做拉回 雅光也是嘛 雅光今天就壓回比較明顯 對 壓回比較低了8%左右 那你看他業績其實他第二季EPS是 年增 季增297% 又有車載鏡頭 又有這個特斯拉概念股 題材很多 那我們可以看一些補漲股 補漲股的話就是說 之前沒什麼漲 最近開始 漲起來 我發現 都好像都平概股 都是平概股 可能要開始拉貨了 那畢竟說 這個星期要發表 到時候可能會有一些熱門的題材 熱門股會竄出來 其實七月營收 應該說都已經看到拉貨超了 都有已經有拉貨了 要不要理他而已 我們看一下 不管說景碩 你看他七月營收 年增三成 月增12% 像台光電跟台藥 這兩檔其實營收都是歷史新高 歷史新高 那獲利 像台光電的獲利也是歷史新高 那為什麼說 股價委屈在這 那可能就是等待一個點火 籌碼發動 我們先挑一檔來看 我們各挑兩檔來看 我們先看第一檔是 今天漲停板的景碩 對 ABF載板 其實景碩 他的上半年是賺0.25 是贏去年一整年 那ABF載板就是說 之前可能擴廠太多了 那打消了 經過了打消了庫存之後呢 最壞的狀況也已經過了嘛 對不對 那也經過了 目前也是這個蘋果拉貨潮 忘記也到了 看一下營收是 七月營收真的有不錯 26億 我們看一下是 整排看下來每個月 這個七月是 19個月新高 所以營收是有起來的 而且 400張大戶也有進來慢慢的買 那今天這根漲停 其實是蠻有意義非凡的 因為他把這個季線突破了 因為你看前幾根K棒 大概就是被季線壓著嘛 而且整理很久 然後今天突破了季線 那如果說你怕有隔日沖或什麼的 你可以等差不多回來 可能今天紅K二分之一 再做佈局 好 那因為新興景碩南電 是今天 衝漲停板是景碩 所以說未來操作 你就以景碩為主 好 他先表態 他先表態 他一定最熱 一定最熱 所以他的股性也比較活潑 所以我覺得操作以景碩為主 好 那我們看下一檔 也是右下角的股票 一樣也是PCB的 而且你剛剛說營收有創高 對 營收有創高 上游的CCL 那題材就是AI伺服器的CCL 跟這個800G交換器的高速材料 財報真的不錯 因為7月營收是歷史新高 EPS第二季也是歷史新高 然後第二季的獲利是三綠三升 所以財報看起來是相當不錯 那也是右下角 都沒有動 對 然後投信10天是買超了2100多張 很膨長 對 所以說你現在買 大概跟投信成本差不多 那你看他現在價格是 今天收159塊 好 那我們看一下說 高盛是蠻看好 這個全球AI伺服器CCL市場規模 所以說目標價是調到295 蠻高的 這個現在才159 對 外資通常都會調一個 比較誇張的目標價 然後再看一下其他的 野村是251 國內其實看比較好是富邦 226 里昂是215 那股價面來看 算是比較偏盤整 然後看一下說 最近的話他就是被 季線壓著 他每次碰到季線 這條季線 他就打下來 碰到季線就打下來 假突破打下來嘛 因為季線都還在往下彎 這邊也是碰到打下來 碰到打下來 可是月線是守得蠻穩的 所以他只要突破季線 季線目前大概在163塊左右 如果說能突破 那我覺得就有機會表態 因為我看這個投信 是有在積極的做布局 持股比例6.9%也沒有很高 所以就等待一根紅黑突破 我覺得就可以嘗試的去做一個追加動作 好 至少業績支撐 對 業績支撐 業績好 業績好的股票你買起來比較怕 比較不怕 而且又是右下角的股票 好 那再來看一下就是 比較標的 最近很標的 就是這個3227的原項 那我們看一下他的題材 當然就也相當的豐富 我們先看說 他的主力產品線是什麼 當然就是最主要主力產品就是滑鼠 滑鼠 其實滑鼠以前說不上什麼大學問 對 但是 現在就可以牽扯到很多聯想 對 電競滑鼠 對不對 那我們先看一下三大產品線 第一個就是滑鼠 你看看滑鼠 其實他目前的營收 已經慢慢衝上來了 快要逼近這個2021年的高峰 再來他的三大產品線 第二個就是遊戲機 最近也慢慢的回溫 再來就是其他的IC 那我們從原項的 其實營收也是35個月的新高 是 其實有業績的 那其實他最主要衝上來 就是他公布財報 第一個是營業利益率 快速提升到22% 再來就是他的毛利率 衝到63% 是歷史新高 所以股價還這樣子 直接往上衝 而且這種IC設計的股票 之前其實沉積很久了 一往上衝就直接往上噴出了 那這種的話 你看其實法人也很捧場 外資10天買1萬張 投信也開始買 就是剛進來買 買1000多張 那這種的話 因為短線漲多了 你就等到無日線附近做布局 有時候你會忽略到 他剛好跌到無日線 你可能都忽略到 像這一兩天其實都有碰到 有沒有 這三天都有碰到 如果你去布局的話 短線賺個價差 跟無日線乖離過大 你就做一個減碼動作 因為畢竟漲多了嘛 這種股票你可以 時時刻刻盯著他看 有拉回做點布局 好 其實這也是可能跟剛穆華哥講說 跟風 跟上去就對了 因為有量有價 資金在裡面 而且創新高 上面就沒什麼壓力 好 那最後一檔我們看一下 是這個2360的自貿 設備股 之前有一段也很標 最近是有回檔稍微休息 對 那這個自貿當然就是台積電的供應鏈支援 兩側設備 好那他有個不錯的題材 就是輝達的供應鏈 我們看一下這台 這台是這個 他是老牌測試設備廠 是輝達GPU系統級測試 SLT的設備獨家供應 那重點就是獨家嘛 獨家那這台要幹嘛的 他就是把這個 晶片成品去做一個檢測 所以說當然是很重要 因為良率是非常重要的 那其實他的優點就是說 他可能同時測32種晶片 那這台很大 這台這個長4公尺 寬3公尺 所以是比人還高 那我覺得就是他的獨特性 因為這個獨特性 所以你看他的股價 股價是比大盤強很多 而且投信最近10天 買超了949張 那你看這一波投信的買盤 他是蠻連續的 非常連續 對就是不管漲跌他都有買 股災下來也買 也沒有跑掉 所以股價的話 他的前天的高點是在330 他就是剛好快碰到前高了 所以禮拜二的時候留一點上一線 那我覺得說 只要把這個上一線突破了 那五日線都收穩的話 我覺得去工前高是非常有機會 那這檔的話 因為他的股性比較溫一點 所以我覺得只要有拉回 不管是五日線 十日線附近 你都可以做點不決動作 好 這邊非常謝謝我們的世俊 謝謝 estar分析 你這麼好可怕 你們可以做工府